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 在今天的弥撒里面呢 读经挑战我们去反省 我们的行为 我们所想的 跟天主说对不起的一些行为呢 是否也在我们的语言和行动呢 都是相符合的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求天主呢 叫我们让我们在这个 四旬期的旅程当中呢 真的可以慢慢的 借着我们的行为呢 去反映出我们是真心的 要跟随着天主 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弥撒清点 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神的恩赐 与你们同在 愿与你的心灵同在 各位弟兄姐妹 在弥撒开始当儿 首先让我们大家认罪 虔诚的举行圣迹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兄弟姐妹 承认我思严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 恳请终生 同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 为我体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 垂怜我们 圣灭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慈爱保护你的教会 因为没有你的辅助 软弱的人类 便只有堕落 求你助用我们 脱离危险 走上救恩的道路 因你的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 及圣神 是为天主 永生 永望 阿们 公读 依撒依亚先知书 苏多玛的统治者 请听上主的话 哈摩拉的百姓 请听天主的训事 你们应该洗涤 应该自洁 从我眼前 割除你们的恶行 请止作孽 学习行善 寻求正义 则斥压迫人的人 为孤儿申冤 为寡妇 恋户 现在你们来 让我们互相辩论 上主说 你们的罪 虽似诸红 将变成血 一样的洁白 虽红的花子 人能变成羊毛 一样的皎洁 假使你们乐意服从 你们将享用 地上的美物 假使你们拒绝 和反抗 你们将为刀剑 被所吞念 这是上主亲口说的 上主的圣言 行为正直的人 我要使他享见天主的救恩 行为正直的人 我要使他享见天主的救恩 上主说 我并不因你的祭宪而责备你 因为我面前常有你的全班级 我无需从你的家里将牛肚捏去 也无需由你的圈里把山羊捉吐 行为正直的人 我要使他享见天主的救恩 你怎么胆敢传述我的诫命 你的口怎敢朗诵我的法令 你岂不是脑恨规矩 将我的话植住脑后 行为正直的人 我要使他享见天主的救恩 你既做了这些 我岂能坚口不言 难道你竟以为 我真能与你一般 我要得知你 将一切放在你眼前 奉献送谢祭的人 就是给我奉献光荣赞颂 行为正直的人 我要使他享见天主的救恩 行为正直的人 我要使他享见天主的救恩 福音前欢呼 主基督愿光荣和赞颂归于你 主基督愿光荣和赞颂归于你 上主说 由你们身上抛弃一切得罪我的罪行吧 你们应该改造一颗新心 一颗新的精神 主基督愿光荣和赞颂归于你 愿主基督愿光荣和赞颂归于你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功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 耶稣对民众和他的门徒讲论说 金师和法利赛人坐在美色的讲座上 凡他们对你们所说的 你们要行 要守 但不要照他们的行为去做 因为他们只说不做 他们把沉重而难以复合的担子捆好 放在人的肩上 自己却不肯用一个指头动一下 他们所做的一切工作 都是为教人看 为此 他们把金鸭放宽 一睡家常 他们又喜爱 变息上的守卫 会堂中的上座 喜爱人在街市上向他们致敬 称他们为拉比 至于你们 却不要被称为拉比 因为你们的师父只有一位 你们众人都是兄弟 也不要在地上称人为你们的父 因为你们的父只有一位 就是天上的父 你们也不要被称为导师 因为你们的导师只有一位 就是墨西洋 你们中那最大的该做你们的福音 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 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们现在在四旬期当中 相信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教友很多都会花一点时间去反省我们生活中的一些过错 我们的罪 而且我们很多人也会借着这个机会去办和好盛事 可是今天的读经医就挑战我们去反省 在我们当和好盛事当儿 在我们告诉我们所认识的罪当儿 我们是否是打自心里的要真心悔改 还是我们只是一位形式上的表示 在今天的读经医里面 伊萨伊尔先子就挑战了当时的 说多玛和哈木纳的这些百姓们 他说你们别只是在口图上说你们要悔改 但实际上你看你们的行为 你们还是在作孽 你们还是在做很多压迫人的事情 那只是一种口图上的说 我认罪了我要悔改是没有用的 我们在我们的语言上跟我们的行为上 是要有一定的相符合 来表示我们对天主的认错 我们的真心的要悔改 所以今天可能我们今天 我呼吁所有的教友 我们大家反省一下 很多时候我们在回想 或者是在准备要告解 我们大家都会对自己的罪有一定的意识 比如说很多人都会说 我生某些人的气 我不可以原谅某某人 我的行为有些不解 我不关爱 我不慈悲 可是在知道之后 而且在我们已经准备好 要去办告解盛事之后 可能最重要的 我们还是要问问自己或挑战自己 我知道了这些我行为上 我生活上的不足 我是否愿意在行动上 做出某种的改变 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 在告解之后呢 第二天就变成没有瑕疵的圣人 所有的罪过全部都不会再犯 这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们大家信仰的挑战是 如果我意识到 我对某些事情是不是很好 我是有点过犯 我是否能够从某些角度上 一步一步的要求或尝试去改进 这个我觉得就是天主对我们挑战的一个核心 当然主耶稣基督很了解我们人心的软弱 他不要求我们明天就完全的不会再犯罪 可是他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要求就是 我们是否可以一步一步的改进 所以今天呢我们去好好的去借着这读经呢 自己对自己反省 这个读经是 假使你们乐与无从 你们将享用地上的美物 假使你们拒绝和反抗 你们将为刀剑所扑灭 所以今天呢我们好好地去反省一下 对我们某一些需要改变的生活上的一些罪过 要就是对有些人不可以原谅 或者是我们对某些事物很容易生气 或者我在行为上需要做一定的改变 那今天我意识到这个之后 我如何可以从行动上一步的 很简单很切实际的方式呢 对天主做一定的承诺说 我将会这样子尝试的改变 让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 在这四语期里面 渐渐地走向和基督的一个完美的结合 愿天主继续地引领我们 继续地指引我们 而我们在这四语期里面 更加地接近天主 再借着复活结当而呢 我们可以真正的一个非常神圣的心态 来迎接耶稣的战胜 上主万人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老婆的果实 卖面饼呈献给你 是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受赞领 上主万人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牢独的果实 葡萄酒呈献给你 是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 愿天主永受赞领 愿天主永受赞领 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 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上主求你借此献你 慈祥以圣化我们 洗尽我们的城市的污染 使我们获得天上的恩赐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 我们的天主 这是你所当然的 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 我们实实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你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得救 因为你借着我们的主基督 教我们刻苦栽戒 清心广欲 赔得养性 而获得赏报 诸位的天主 天使以及天上神圣 借着基督赞美你 亲从你 敬畏你 欢愿庆贺你 祝你恩主我们和他们 千功地同身赞颂 圣圣圣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 享测云霄 奉上主明来的 当受赞美 欢呼之声 享测云霄 上主 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人的根源 因此我们恳求你 派遣圣神 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血 他甘愿舍神 受难时 拿起面饼 感谢了 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 而牺牲 晚餐后 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新而永久的门约之血 将为你们 而众人情流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信得的傲己 基督 我们传报你的圣词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很期待你 光荣的来临 少王主 因此我们 纪念基督的圣事 与复活 向你奉献 生命之良 救恩之悲 感谢你 使我们得在你 牌前 侍奉你 我们很求你 使我们分享 基督的圣体圣学 并因圣神 合而为一 少王主 请你去念 普世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 协同我们的教宗 邦几个 我们的主教 五种主教 以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职人员 都在爱的中 日趋 晚散 去念 吹念 怀着复活的希望 而安息的兄弟姐妹 并去你 吹念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 想见你 光辉的圣荣 去你 吹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以 天主之母 统真荣布玛利亚 他的敬佩 圣货圣 诸圣中土 以及你所喜爱的 历代圣人圣女 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 借着你的圣子 耶稣基督 赞美 全能的天主 圣灵的圣灵 一切崇敬的荣耀 接着基督 协同基督 在基督内 并连了生生都归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既遵从救主的宣誓 又承受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美名受信仰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 任用的使用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 灭于凶恶 上主 圣灵从我们界灾祸中 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 得享平安 更圣灵大发慈悲 保佑我们 脱免罪恶 并在其困扰中 获得安全 使我们虔诚期待 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 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 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宗族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靠我的罪过 淡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使教会安定 环节 你是天主 永生 永望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现在请大家 互助平安 祝神父平安 祝勉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祝勉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祝勉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羔羊 请看除勉是罪者 蒙遭来复圣殿的人 是有福的 主我当务请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现在我邀请所有在电视机和手机前的弟兄姐妹们 静默片刻 我们一起神灵圣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请大家祈祷 请大家祈祷 感谢天主